进步天地间 静于千万里 过万进 见心境 金融街论坛 唯一授权指定用车 沃尔沃EM90 将与我们一起 探寻大咖们的心境世界 与智慧之旅 刘总您好 整个还挺有意思 在车上拍 您看这儿有一些功能 其中包括按摩和加热 今天有点降温 如果您需要的话 可以把这个座椅加热 给打开一下 按摩也可以 按摩和加热 这个是按摩 咱们今天这次采访 就在这辆沃尔沃EM90中进行 不知道这是不是 您第一次在车里面 接受采访 您觉得这车怎么样 第一次在沃尔沃车里头 挺好的 目前挺舒服 好的 那咱们就进入正题 要开始今天的采访 敖汉期以期 独特的生态环境 和丰富的农业资源 被誉为全球500家 生态环境之城 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敖汉小米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已经成为了敖汉其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我们很好奇在这个敖汉农耕小米集团的发展历程中 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决策或者转折点对集团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因素呢 或者是关键的因素 敖汉小米集团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决策 我们是大概18年初17年底的时候 当时的扶贫攻坚来到了内蒙古赤芬市的敖汉旗 敖汉在门语里头是老大的意思 内蒙古本身它的地域面积就特别大 这个敖汉旗是内蒙古旗县这一集里头 地域面积最大 所以它叫敖汉旗 这个敖汉旗还是咱们红山文化的发源地 敖汉小米呢实际上也是伴随着我们红山文化的这个遗址的发掘 经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论证 联合国相关单位的认证 我们敖汉小米是超过了8000年的历史 同时呢也确定了一个就是全世界的小米的发源地 所以我们这个17年底18年初到了敖汉以后呢 通过这一系列的调研走法了解 我认为呢就是敖汉小米是最适合敖汉进行这个发展的农序产业 敖汉农耕小米集团对于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愿景呢 现代农业科技农业一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敖汉农耕小米集团在我们设立之初 除了承担这个敖汉旗的乡村振兴和我们的产业升级啊 农序产品的这些高质量发展的引导这些工作之外 首先要做成内蒙古自治区的我们农序产品高质量发展和精深加工的一个典范 谢谢刘总的回答